全能神经典话语 每次的亲自做工在人中间 都是一次新的征战的开始 没有新工作的开始 当然就没有旧工作的结束 旧工作没有结束 证明与撒旦征战的工作 就没有结束 只有神自己来了 又将新的工作做在人中间了 人才能彻底从撒旦的权下出来 得到解脱 人才能有新的生活 新的开头 否则 人永远活在旧的时代里 永远活在撒旦老旧的权势之下 神带领一次时代 人就得释放一部分 人就随着神的工作 向新的时代迈进 神得胜了 那就是跟随他的人 也都得胜了 假如让受造的人类 去结束时代 在人看 或在撒旦看 这仅仅是在抵挡 或背叛神 不是在顺服神 这样 人做的工作 就成了撒旦的把柄 人只有在神 亲自开辟的时代中 顺服跟随 撒旦才能完全服气 因这是受造之物的本分 所以 我说你们只要跟随顺服即可 别的工作不需你们做 这就叫各守本分 各尽功用 神做神自己的工作 不用人代替 也不参与受造之物的工作 人尽人自己的本分 不参与神的工作 这才叫顺服 这就是打败撒旦的证据 在神自己开辟完时代之后 他不再亲临人间做工 这时 人才正式开始进入新时代 来尽自己的本分 来完成受造之物的使命 这些都是做工原则 谁也不得违背 只有这样做 才合情合理 神自己的工作 由神自己来做 他是开展工作的 也是结束工作的 他是计划工作的 也是经营工作的 更是成就工作的 正如圣经里说的 我是初 也是中 我是撒种的 也是收割庄稼的 这一切的 关乎他经营中的工作 都由他自己来做 他是六千年 经营计划的主宰 没有一个人 能代替他的工作 没有一个人 能结束他自己的工作 因他掌握一切 他既创世 便会带领整个世界 来活在他的光中 他也必结束整个时代 来成就他的所有计划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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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